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 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 2015年2月19号这天呢 是农历的大年初一 到处是张灯结财 喜气洋洋 尤其在石家庄二环边上的一个村子里边 那是热闹非凡 这个村子叫北高营村 为什么这么热闹啊 因为这一天呢 在村子里边有隆重的庆祝活动 为了这活动 村子里边小学的小学生们 嘿 也顾不上放寒假 也顾不上四处跑着玩去了 也不放鞭炮了 他们呢 抓紧排练 就等着大年初一这天上台表演节目 早上九点来中 小学生们的节目表演完了 热闹极了 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啊 虽然说表演的没那么专业 但是看着这孩子们那一张张笑脸 那同真同趣 哎呦 你就感觉精彩至极 孩子的表演结束完了之后 可就剩下大家感觉特别无聊的一个环节了 什么环节啊 就是领导开始上台讲话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作为村子里边最大的干部村之书 不可能不抛头露面呢 为什么北高营村 这次过年 这么喜气洋洋 这新春活动搞得这么隆重 是因为北高营村啊 刚刚完成拆迁 这村之书叫何建华 何建华呢 上去得好好的讲讲 可谁都没想到 何建华讲完话 正准备走下台休息的时候 在这五台南侧 突然冲出来一个男青年 手里边啊 拿着一把射钉枪 就装修师傅用的那种射钉枪 一抬手冲着何建华 啪就是一枪 现场那音箱还叮光浪 放着音乐呢呀 所以啊 稍微离得远点的村民们都没看见 可离得近的村民们 听见枪响了 等反应过来朝这边一看 何建华已经倒在地上 拿枪打他的那个男青年 早就跑出去老远了 虽然跑得远 但都是一个村的乡亲 村民们还是看出来是谁了 谁呢 是北高营村村民 贾同庆的儿子 叫贾敬龙 那这贾敬龙和村之书何建华 有什么仇什么恨呢 为什么要在这么隆重的一个场合 杀死村之书呢 这事啊 还得从2009年说起 北高营村的贾同庆这一家人 这都是老实人 一辈子勤勤恳恳的 凭借着这么多年 一分钱摆两瓣花 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财 07年的时候啊 贾家在村子里边呢 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楼 连盖楼 带装修一共花了二十多万 那时候刚把楼盖起来 好多同村的村民也都羡慕啊 你看人家那房子盖得真好 那一段时间呢 贾家在整个村子里面是风光无限 他们家这新房子刚盖好没多久 人贾敬龙啊 就又找到女朋友了 一男一女俩青年 互相也都挺满意 俩人呢 总是在别人面前表现的恩恩爱爱的 用现在话来说 这叫撒狗粮啊 看他俩人这状态啊 马上就得谈婚论嫁了 这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一转眼 到了09年 09年呢 村子里边贴了一个公告 看到这公告 村民们是欢天喜地 但是贾家有点不太开心了 什么公告呢 09年11月29号村里啊 贴了一份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 村民们高兴啊 为什么高兴啊 那还用说吗 当拆迁户了呀 国家给的补偿是很丰厚的呀 这公告张贴没多久 就有村子里边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上门 测量房屋的尺寸 给村民们算补偿款 有人呐 对于这个补偿金额是满意的 但也有人呐 对这个补偿金额是不满意的 就感觉呀 这补偿金太低了 在当时要拆的村子 可不止北高营村一个 有的村子呢 是货币补偿 一平米 补偿三千五百块钱 有的村子呢 是直接给房子 基本上家家户户平均能得到三套房子 加起来这三套房子得有三百平米左右 还有的村子呢 还给每个月的安置费 因为你把人家房子拆了之后 人家得找地方住啊 这安置费 有的村子高达两千五百元 而北高营村呢 给的这暂时的安置费 一个月只有四百块钱 四百跟两千五 这不比没事 一有比较 心里边可就不满足了 在这些反对的村民中间 最反对的 那就是贾同庆这一家人 也是人家刚盖的新房子呀 测量之后啊 工作人员给他们家的补偿金额 是19.3万元 这个价格 比他们盖房子连装修的钱还低呢 当然不乐意了呀 而且贾家的小楼 人是盖了三层 但工作人员呢 只给他们家算两层的面积 贾家人呢 心里就不平衡了 那说起来贾家吃亏吗 你跟家里边房子 比较旧的这些村民们来说 肯定是吃亏 比起有一部分村子来说 那也吃亏 按照当时村里的政策 二层以上 是按评估给现金的 而一层呢 是按照平房的补偿办法 就是先免费置换一百平米的回签房 再允许低价购买一百平米 村里改造完之后 再免费给一百平米 这么算下来呢 等于贾家呀 除了这十九点三万元之外 还能得到二百平米的房子呢呀 这就挺多的了呀 但是超出二百平米的部分 得低价购买 这时候贾家人又算账 是给了房子了 但以后房子不得装修吗 不得买家具吗 补偿的这十九万三千块钱 哪够啊 贾家人心里就觉得不舒服 尤其是三层没给他们算钱 更让他们恼火了 所以他们家呀 一直就没签拆迁协议 可对于拆迁人员来说 这点阻碍那也不算什么 跟贾家人一次次协商 最终也没协商成 2010年11月份 这村干部呢 又来到贾家拿出来合同 一字一句的说了 不同意拆迁的后果 其中有三条 让贾家人听的呀 那是心惊胆战的 那这合同上的三条 是怎么写的呢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贾静龙 为什么要鱼死网破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之前村委啊 找贾家人来回劝 也没劝个什么 所以然出来 2010年11月份 他们又来到了贾家 拿出来了合同 一字一句的说了 不同意拆迁的后果 第一条 凡是不支持我村 旧村改造 及有关规定的 后果自负 第二条 村委会有权终止 村民一切集体福利待遇 且今后不再补发 村委会有权辞退 村民在集体范围内 安排的工作 第三条 为了保证拆迁顺利进行 不同意拆迁的 不给办养老金 贾家人一看 好家伙 这是反对拆迁 就给我们提出 村集体了呀 这三条规定一出 原本好多反对的村民 也就认了 赶紧签了吧 把这拆迁协议就都签了 贾同庆呢 也不例外 尽管心里边不情不愿 还是签了字 因为贾同庆 还有老母亲的 需要这笔养老金 签了拆迁协议之后 他呢 一共是弄了两套房子 合计230平米 但是啊 超出200平米以上的 这不是得付钱吗 又掏出去了17万 这贾家拿出来了 这17万之后 可就闹了饥荒了呀 但不管怎么说 贾家人呢 就想着反正合同也签了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2012年 贾同庆家呀 就搬进了第一套 回签房里 这又算是 有了安稳的家了 有了房子了 开始给儿子贾敬龙 张罗婚室 婚期也定了 定在了13年5月25号 一转眼 到了2013年春天了 村子里边呢 要正儿八经的实时拆迁了 要拆他家的房子 可是让贾敬龙 给拦下来了 这贾敬龙啊 不是不让拆 而是希望 等结完了婚再拆 都是相礼相亲的 村子里边也知道 贾家不愿意 有怨气也没多说什么 就答应了 可是让贾家人 没想到的是 13年5月17号 距离结婚也就还18天 就还不到三周的时间 他们家呀 竟然遭遇了强拆 在这个过程之中 贾家人急了出面阻拦 还有人被打了 不仅如此 他们家之前好多东西 因为不愿意让强拆 所以也没往外搬 放在房子里边的家具呀 什么梳妆台呀 好多物件啊 都随着房子一起被毁了 钱财损失 这是小事 但是 让贾敬龙更不满的是 他的未婚妻 因为这个事恼羞成怒 因为好多结婚时候 用到的这些东西 也在那房子里放着呢 也被毁了 未婚妻恼羞成怒 要毁婚 得了 不结了 这贾敬龙是越想越气 当初啊 就不同意父亲 签那拆签合同 签了合同之后 贾敬龙甚至还跟父亲置气呢 我要跟你断绝关系 哪有这么干的呀 回签房下来之后 他宁愿搬到村子北边 一间小屋里边居住 都不愿意 住这拆签换来的新房 可见贾敬龙这个人 性格呢 也是比较执拗的 现在房子被拆了 婚事也毁的差不多了 他对村委会啊 那是要多恨 有多恨 于是开始上告 他说是在自己 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房屋物品 没有搬出来的情况之下 村子里边拆了他的房子 但最终他败诉了 因为事先一次又一次的 其实通知过贾家人 要拆签 这就让贾敬龙 陷入了绝望 自己最喜欢的房子 没了 家没了 媳妇没了 他就感觉这辈子 也就这么回事了 过不下去了 他的未婚妻呢 确实最后下定决心 就是跟贾敬龙分开了 并且没过多久 还嫁给了别人 据说这贾敬龙啊 当时还托朋友 给这未婚妻 随了一千块钱的礼 这一下子 贾敬龙就感觉 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了 贾敬龙啊 还跟朋友们说过 既然法院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自己给自己个说法 于是就开始策划复仇 那找谁复仇去呀 村委会他都恨 但是最恨的还是村支书何建华 因为何建华跟贾家人交流的时候 往往态度比较强硬 2014年 贾敬龙花了130块钱 买到了一把射钉枪 回到家里之后 他花三天时间进行改装 直到枪可以任意的打响 可以随意的攻击 各位都知道 一般情况之下 这射钉枪啊 你得插上电源 你得有那个气泵通上气才行 那贾敬龙经过改装之后 改造之后 俨然就成了一把杀人凶器了 有了武器 接下来就是等待动手时机 这一等就等到了2015年 2月18号 听说村委啊 要办新春庆典 贾敬龙就想 这么隆重的活动 何建华肯定会到场 行 我就在那天动手 当天晚上 这贾敬龙还在自己手机上 编辑了一条短信草稿 上面写着 我以颤抖激愤的心情 按下群发 以热泪赶快关心我之 短信对方 狂也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 心绪沸腾的坦然 感叹号 贾敬龙 写的还是温邹邹的 这是贾敬龙留给世界的遗言 他这回去就是打算拼命的 为了不错过机会 19号凌晨4点 他就又开车进了村子 观察情况 研究逃跑路线 紧跟着 上午何建华讲话一结束 就发生了这血腥的一幕 但因为贾敬龙手里边有枪啊 村民们谁也不敢追啊 你追上去 你再让他打一枪怎么算呢 这么着贾敬龙就跑了 可哪知道 刚跑出村子没多远 贾敬龙啊 就遭遇车祸了 据贾敬龙自己说 因为也报了仇了 他呢 一边在车上开着 一边拿出手机 打算把编辑好的那条短信 全发给亲朋好友 一低头 要按发送件 一个没注意 让人给追了尾了 就这么着 这贾敬龙也没跑了 被警方当场抓获 2015年11月份 贾敬龙被送上法庭 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2016年5月份 河北中院对此案进行二审 维持原判 2016年8月31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准许对贾敬龙执行死刑 2016年11月15号 贾敬龙被执行死刑 而这一年 他刚刚年满 30岁 飞头大耳小眼睛 透着常人没有的精明跟算计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网络天下美女到身边 一国之君的艳符 在他面前都指示弟弟 他能让顶级名员 帕里斯希尔顿 跳那贴面舞 让国际超模 米兰达可儿 依偎在怀中 还能跟只喜欢小狼口的 肖亚轩浓情约会 和奥斯卡影帝小李子 称兄套弟 就这些普通人做三代梦 都不敢妄想的梦境 这只是大马王子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讲述大马巨片 刘特佐的故事 欢迎收听 那是2012年11月3号午夜 美国拉斯维加斯 帕佐拉皇宫酒店 300多名名流 应邀参加他那31岁生日宴会 来宾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不得私自对外 发布任何现场照片 那在现场 巨星云集 奥斯卡影帝影后 说唱天后 顶流网红 这任何一位 都是娱乐头版的常客呀 轮到送生日礼物的环节 从兰博基尼 到布加迪超跑 每一样都价值连城 让人眼红至极 心跳加速 而舞台上一水的 超级大腕现役 当年最火的鸟叔 带领大家狂跳 我把钢弄死他 几十名舞者 推出巨型蛋糕 一阵烟花闪过 那小甜甜布兰尼 从蛋糕里钻了出来 高唱着祝你生日快乐 就这么的 这气氛被瞬间推上高潮了 接着 他微笑着走上舞台 享受着簇拥跟狂欢 让跑龙套的明星们 败倒在超能力之下 他是谁 刘特佐 一个耍了全世界的 世纪剧片 搞了一系列骚操作 在不弄声色之间 这偷光国库 让一国总理成为阶下囚 使百年瑞士银行仓促破产 泡遍女星名模 在声策拳马当中 是挥至千金 把无数人的白如梦 变成了现实 过上了比帝王 更加奢靡的生活 而这一切的种子 源于一个小男孩的豪赌之梦 什么叫要结就结黄刚 要嫖就嫖娘娘 那早在21岁时 刘特佐就办过一场奢华的生日派对 震惊了全校了 沃顿商学院常年排名世界第一位 是世界上顶级的商界精英培养后代的首选 巴菲特 特朗普 马斯克等等 这些都是沃顿校友 刘特佐算是没有颜值 却在沃顿尝着校草了 只因为他出手大方 让家世雄厚的二代们是甘败下风 他那场生日宴 选在了美国费城最高端的夜店 拔台上香槟堆升小山 包场费高达四万美元 即便对于非富即贵的名校生来说 那这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就看那刘特佐 这一气风发 穿梭在人群当中频频举杯 推杯换盏的姿态 举手投足兼的贵气 就跟皇室培养出的王子似的 就听身边之人都说着 刘 你家是开金矿的吧 呼说 熊猫的老爹是马来西亚苏丹 没错 这捧臭小的一句话 引起了众人的惊叹 那刘特佐微笑着不知可否 很享受被光环加深的感觉 被当成熊猫呵护的味道 这传闻越是荒唐离谱 越让他那身份更加显得神秘起来 实际上刘特佐出身在马来西亚 一个富足之家 有闲但起初也只是个中产而已 小刘那装逼百谱 搞虚假人朔 他的属性 遗传于他那老爹 刘福平 老刘年轻时投资那可可园 窥光了血本 但他发现了知福秘籍了 说老了事事做生意太累了 搞商业诈骗 收割韭菜 那才是发家接近了 空手套白狼 投机倒把 精湛的洞察力跟演技 老刘再次东山再起 而这一整个过程 幼小的刘特佐 全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了 手段不重要 道德才巧体现 搞到钱才是真枭雄呢 就这一信条 在他脑海当中 是深深扎下根的 那中学时期 刘特佐被送到 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 他爹跟着说了 孩子啊 人脉是最重要的 记住了 努力读书 只能当上医生 工程师 赚那辛苦钱 结交有背景的朋友 才有机会打入富贵圈 成为那亿万富翁呢 就这样 刘特佐是 谨记亲戚的教会 学会了巴结跟卖弄 跟各国皇室子弟 还有亿万富翁的 继承人打上了一片了 就这群同学当中 有个马来西亚的老乡 还有继父纳吉布 时任大马国防部长 各位 记住这名字啊 他对刘特佐日后发迹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说富人圈子里 不能只靠着一张嘴 去胡吹一下 没有家底 得亮出来看看才行 那为了显示所谓的实力 刘特佐精心包装自己 刚进大学 就开着昂贵的敞篷跑车 是招摇过市 还在校刊上 是频频发表财经文章 对华尔街是品头论足 只有他心里知道 跑车是租的 文章也不是他写的 是招的 连生日宴会的包厂费 也申请了打追加分期 过了好久才还清 但刘特佐那伪装骗过了全校 没人对他家也怀疑过 读大三时 几名土豪同学为他安排了一趟中东之旅 就这场旅行 彻底改变了他那人生轨迹了 那是03年秋天 在阿布扎比一间高级餐厅里面 刘特佐遇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位贵人 这人绰号叫光头 他父亲曾任石油部部长 在中东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 刘特佐大谈亚洲的发财机会 吹得是天花乱坠 一番交流之后 这光头已经被忽悠得运运糊糊了 为他引荐自己的好兄弟 而这位兄弟可了不得 他是阿联酋王储的亲信 不到30岁 就掌管这一只主权基金 规模高达上百亿美元 那所谓主权基金 那简单来说 那就是一国政府的小金库 专干大型投资项目 理论上主权基金 应该由专业团队管理 有钱任性的中东王爷 喜欢让管家大权独揽 刘特佐把眼珠子瞪飞了 脑瓜嗡嗡 行说这老天爷 上百亿美元 全凭这小子说了算 老子要混到这位置 搞点花样随手一捞 那就是亿万富翁 在那一刻 那突然龙场悟到了似的 说去他娘的投资超股吧 想他想那没意思 等老子回到马来西亚 也要这么搞 搞一个黄钢玩一玩 他那格局 真真超过了普通片子了 贪污犯 还有投机捣把者 那想象力根本抵不过他 好莱坞编剧 都不敢这么编呢 换成别人 可能就想想算了 那刘特佐不一样 对于搞钱 那向来是非常认真的 终于 当刘特佐大学毕业时 家乡传了一个让人兴奋不已的消息 风口终于来了 那好消息 来自那位老江同学 看见继父纳吉布太业了 准备竞选马来西亚总理 但纳吉布没钱 出身于政治世家 深花钱买选票的内幕 为了登上大位 需要很多钱才行 另外 还对再婚的媳妇爱不释手 得满足老婆挥霍无度的 勾示好才行 你看吧 这内外都急需用钱 那吉布需要要会搞钱的白手套 甭管什么手段 能给他搞来钱就行 那得知此消息之后 这刘特佐乐了 听说你看我像不像那白手套吧 一番秘密勾的之后 两人是狼狈为奸 刘特佐在吉隆坡最昂贵的双子星大厦 租起了一整层办公室 弄的是豪华气派 打算大干一场 那问题是弄钱没那么简单吗 刘特佐上村下调 忙了快两年时间 一桩生意没谈着 连办公室那租金都交不起了 这导致那吉布一路对他非常不屑 那刘特佐只能咬牙强斩着 一直等到零七年 总算逮着一个机会 当时新加坡的金融业特别挣钱 阿雷西亚政府很眼馋 打算有样学样 也想搞一个经济特区 有时候挖机一向 黄金万两 开发就需要大笔资金才行 刘特佐马上想着了 如果能牵线中东土豪过来投资来 自己居中 吃一大笔佣金 岂不美在呀 于是要迅速找到光头兄弟 经过一番穿针引线 07年8月份 中东财团同意跟马来西亚合作 注资金额高达5亿美元 那隆重的签字仪式上 双方代表高度赞赏 说这项目小刘没少处理 功劳非常之大 听到这些话 看着眼前这景象 刘特佐热泪盈眶 经历两年多的低谷 此时终于扬眉吐气了 向全世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但这年轻人还是太过天真 当刘特佐美滋滋找到财政部 要中介费时 被杨头打了一击闷棍 说谁答应给你中介费了 这笑话 照面上根本就没这笔费用 一听这话 这刘特佐摸摸脑袋 立刻明白自己是被耍了 他立刻明白 眼前这群旧事里 绝对不会轻易分出一杯羹的 除非是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才行 这家伙 属实有股狠劲 刚从坑里爬出来 马上布置了一个绝顶聪明的新局 说开发特区需要大兴土木 建筑也必将迎来一波高潮 刘特佐打算 买下两家建筑公司 再找接盘侠高价卖掉 但问题是买公司需要几百万美元 手上没钱 银行也以信用记录不良为由 拒绝了向他发放贷款 这时显出了刘特佐那骚劲 在英属威尔京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 名叫阿布扎比科威特马来西亚投资公司 就看了 单从名头上来看 三大强国伺候他一个人 这威风口不小 为了增加可信度 像光头兄弟和一些马来西亚名流 赠送甘股 把他们的名字 立入股东名单上 反正是要空壳公司 干股成本也是零 那一番操作下来 不明内情的银行被火得一愣一愣的 硬是让刘特佐 骗出了几百万美元贷款了 那等买下建筑公司 和一块贷开发土地之后 又注册两家新公司 一家叫ADID 这正好跟阿布扎比 投资管理公司的英文缩写相同 第二家叫KIA 特别巧啊 跟那科威特投资管理局的英文缩写 是一模一样 什么叫李鬼 办李逵啊 就这种把戏 让他玩明白了 在外人看来 刘特佐名下 实打实的建筑公司和土地都有 背后既有中东土豪知识 有个马来西亚高层 交情匪浅 简直就是活财人烟 找他合作准错不了啊 很快 一个外号叫白毛的土豪撞上门来了 这白毛凭借伐木和油棕业发家 是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大亨之一 传统行业出身是非常有钱 但他不了解现代金融手段 正是刘特佐要找的完美猎物 白毛希望接触中东大佬 为他那油棕提炼厂投资 一听这话 刘特佐一拍胸脯 说没问题啊 小事包在兄弟身上 但是啊 咱得向中东大户表明一下诚意 是不是啊 不如这么的吧 您先买一下兄弟手上的建筑工资和土地 为以后的合作开个好头 价钱我也不乱要 随便给个三两亿就行了 听这么一说 这白毛洗尾阵 立刻刷卡打钱 就这桩生意让刘特佐净赚了一亿一千万美元 那赚着钱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 不是别的 喜提法拉利超跑 在吉隆坡名流圈上是大出风头 这也让纳吉布是对他刮目相看了 那至于老神白毛 当他得知上当受骗之后是暴跳如雷 发誓要让这熊猫付出代价 但刘特佐对此压根不理会 他正野心勃勃 准备打下一场硬仗 那等挖到第一桶金之后 这刘特佐又琢磨起那件大事 心说 怎么才能在马来西亚搞一个 自己说了算的主权基金呢 他这算盘非常精明 由国家出面搞钱 放进主权基金这钱袋子里 而钱袋子拴在自个儿腰上 随时享用随时拿 万一出事也无所谓 反正有政府兜底的 赔钱是国家的事 跟自己半毛钱关系没有 但想归想 就这件事能做成难度太大了 以此时刘特佐的能量 仰而撬不动几十亿美元的大项目 那只能退一步 找地方政府练练手去 那非常巧 正在此时 华尔街投行巨头高盛 向他伸出橄榄枝了 在金融界 高盛以狠蜡筑城 像一条凶狠的鳄鱼 是逼着黄色小眼睛 一声不吭 潜在水底下 随时准备对利物 发起致命遗迹 那亚洲金融风暴过后 东南亚迎来一波惊奇小阳春 高盛当然不会放过生鸡了 其亚洲父子人 注意到这年轻人刘特佐了 胆大包天 心闻手辣 血怜寡耻 就这些特征 让高盛独献 刘特佐日后必成大器 值得扶他上马送上一程 要说马来西亚的地方势力很强 其中有些州由苏丹统治 相当于土皇帝 刘特佐和高盛瞄准一个州 这里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但开发程度不高 方便下手 那按照老规则 刘特佐先给苏丹 奉上一些不值钱的干股 等对方尝到甜头之后 开始大灌迷糊药 说您家这油气资源 是白白浪费了 实在太可惜了 不如这么的吧 城里一个州基金 用油气做丹某 由高盛负责到债券市场融资去 弄钱回来再搞开发 挣更多的钱 那你这么做 岂不美在呀 就这样一来二续 那苏丹被说动了 那是09年2月份 一个名叫冠冕计划的计划 正式启动了 当地政府以未来的石油收入为抵押 预计发行14亿美元债权 整套方案当中 没有出现刘特佐的名字 子之声明不太好 宁愿幕后操盘 那早就算好了 一旦计划成功执行 至少能捞上上亿美元 而干这种活 就怕夜长梦多 刘特佐疯狂推进进度 不到俩月 全部文件工作均已交续 俗话说的好啊 怕啥来啥 就在这时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白毛上当的传闻 那苏丹突然变卦了 通知高盛 说债券先别着急发 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但我考虑清楚再说吧 这老摸深算的高盛 开始警告刘特佐 说这大云种醒了 赶紧撤吧 当时这刘特佐贪欲上头 盗嘴的肥肉 哪有吐掉这里 不但不能撤 还要快马加鞭 尽快发行债券才行 这下啥子也看明白了 苏丹是不然大怒 声声要撤销所谓的州基金 还要追究刘特佐 亲通公款的罪名 一时之间 这马来西亚金融圈子里 议论纷纷 刘特佐那旧事被一提及 从家族背景到资金来源 他的人设光环是极其可畏一样 就当时这刘特佐 急得跟那热锅上麻衣似的 很清楚自己那点事 经不起戏吧 一旦伪装失效 不仅眼前肥肉吃不饶 过去吞下下的 都得加倍吐出来才行 于是疯狂打电话求助 那昔日生意场上的盟友 全都冷眼旁观 正当刘特佐走投无路之际 半空之中 突然飞来一根救命稻草 不但没死成 反而烟祸得福 从此是平不清云 赶出一系列惊天大案子 要说这一年的4月3号 纳吉布在吉隆坡国家 皇宫宣誓就职 成为第六任马来西亚总理 纳吉布当然知道 刘特佐是什么货色了 但为了方便敛财 捏着鼻子也得中用啊 况且他知道 这刘特佐真有两把刷子 那这边纳吉布 刚帮他压下金融丑闻 那边他就联系中东大佬 为新总理办成了一件大事 说在地中海的豪华皇家游艇上 刘特佐向纳吉布 介绍起自己好哥们来 那是一位阿联酋的王子 这王子地位显赫 手里握着 沙特阿拉伯国际石油公司 在土库曼斯坦和阿根廷 分别拥有的海上油田 就那场宴会 宾主相谈甚欢 约定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那王子以价值 25亿美元的石油开发权入股 马来西亚则投入 10亿美元现金 就这新的基金 名字起得特别随意 叫做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有限公司 简称伊马公司 到这儿 纳吉布乐得合不拢嘴了 而有一个人比他更兴奋 那就是操盘手 刘特佐 这场会面 是不折不靠的骗局 刘特佐跟王子 不过才刚刚认识 所谓的多年交情 纯熟淑淡 而那王子 虽然说是国王的亲儿子 但橙色却水得很 父王娶了四个老婆 育有近二十个儿子 他在兄弟当中 压根排不上号 早年曾入空军 退役之后 试图参与政治 他很快发现 捞不着任何重要职位了 不得已 只好下海经商 这王子的石油公司 图有虚名 水下有没有游令说 另外一块油田 位于两国争端区 未来归属不明确 就这种油田开采权 白送人家 人家都不带药的呀 那在这场谈判当中 唯一真实的 那可能就是那艘 皇家游艇了 老套了 花五十万 一周租来的 刘特佐是牢牢拿捏住 两部人的心思 你这边 那几步 新官上任 需要政绩 而那边呢 水货王子 渴望有所作为 但双方的核心思想 一模一样 就是搞钱 有欲望 就有弱点 借助双方的人性弱点 刘特佐不动声色 实现了主权基金梦 他在给家人的邮件里这么写着 说我终于挖着金矿了 那几步亲自担任 一马公司的顾问团主席 刘特佐那名字 没出现在任何文件之上 但谁都清楚 他才是真正做决定之人 根据规则 王子那边要先展示 25亿美元资金 接着 这马来西亚政府 再将10亿美元股本 汇入账户 但是呢 这石油公司的资产是虚的 根本经不起正规审计 但这也难不倒刘特佐 花钱雇人 仅用两天时间 是编出了一份审计报告 这份报告不仅跌buff 最终王子接下的油田 价值竟然高达36亿美元 按正常来讲 这么大规模的跨国投资计划 审批流程至少要走 七八个月才行 就这速度 刘特佐忍不了 各环节都得给老子加速才行 从草草签订合同 到批准放款 前后仅花了一个月时间 连员工都惊掉下巴了 就像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读完整本 莎士比亚全集似的 要说10亿美元当中 有7亿 马上被转到刘特佐的 秘密账户之内 他分给同伙1.53亿 剩下的却要他自己个人支配 没过多久 马来西亚政府再向 一马公司注资8亿美元 但这笔钱同样通过隐秘渠道 流入到刘特佐的私人腰包了 这小胖子 一下子成了地表最强 都得揣着最多现金的人了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眼看刘特佐成为 马来西亚金融圈顶流 高盛公司坐不住了 匆匆忙找上门来抱他大腿 想一起搞钱 此时刘特佐因为跟房子分赃不均 关系闹得很僵 改跟另外一家中东财团谈合作了 而这财团更加厉害 老板沙特亲王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追 而财团管家向来以爱吃回扣著称 就这样那刘特佐闻到了腐肉的气息 正合他的胃口啊 左手有中东财团 右手有高盛公司 刘特佐这么一思索 想出一个非常曲折 又天一无缝的计划 具体是这样的事了 说由高盛出面 为一马公司发行35亿美元公司债 就这笔钱将用来购买火力发电厂 买完厂子之后 这打包组成一个新公司 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商市 预计能收入50亿美元 但是一马公司 从没在国际市场发行过美元债券 没有信用评审记录 怕投资者不认 因此就需要财大气粗的中东财团 对其进行担保 好让投资者放心 但人家也不能白担保啊 一马公司承诺 等新公司上市之后 中东财团可以用非常优惠的内部价 购入股票 肥水先流到自家田地里 就当时这高盛公司有些疑虑 说怎么做才能征得亲王同意呢 毕竟提人做担保 这风险可不小啊 亲王是有钱 但人也不傻呀 结果就看那六特索 胸有成猪 早就提前把那管家喂饱了 说放心吧 让管家去搞定这一切 不用咱们操心 那至于收购火电厂到底能不能赚钱 刘特索丝毫不在意 他只关心有钱进入一马公司账户上 就等于流进他那口袋了 就看吧 万事俱备 好戏开罗了 35亿美元呢 太惹眼了 得分成两步走 一马公司对外宣布 准备以27亿美元买下某家火电厂 为此要发行一笔 17.5亿美元的十年级债券 为了向外界展示收购价格公平合理 高盛找到了一家评估公司 可不管专家怎么算 硬是算不出那么多钱来 评估公司不敢插和这趟浑水呀 于是那高盛只好亲自下场 声称他们算过 27亿的收购价完全合理 请各位放心吧 卖筛券听上去高搭上 基本原理跟卖菜差不多 要么零售单价高 但可能卖很久才行 还有卖不完的风险 要么就是搞批发 打包低价卖给一个大买主 好处是一波回款 省事又省心 那刘特索搞情心切 那当然选择批发了 经过一番商谈 高盛同意好人做到底 自套腰包吃些全部债券 千万别以为 这高盛是人傻钱多 其实他早就私底下 找好买价了 债券不仅不会砸手里 相反还能吃一波差价呢 另外这高盛收取了高额手机费 按照市场行情 就这笔费用应该在 100万美元左右 高盛却收了1.9亿 足足高出了近200倍值多呀 那低买高出两头通吃 什么叫华尔街老牌收割机 销率非常之高 半年之后 长得甜头的高盛再度帮一马公司 发行17.5亿美元债券 因为上回挣的实在太多了 高盛亚洲区总裁忍不住建议 说做生意得凭良心嘛 要不然这次咱们少收点 结果这建议马上被高层给否掉了 提议者直接被打入冷宫 你先说敢跟资本家谈良心 你有大病吧 就这样没过多久 一马公司再次发行30亿美元债券 操盘手依旧是高盛 在12个月之内 没算售卖债券的利润 仅手续费高盛 含泪怒赚6亿美元 要知道三笔融资金额 也不过65亿 那贪得无厌的资本跟骗子合谋 巨额财富涌入一马公司账户之后 被迅速抽干去 而债务窟窿 最终要全马来西亚人民一起买单 那刘特索才不管谁付账 当时他那心思 正在女歌星萧爱轩任人 要说在那几年时间里 刘特索疯狂买买买 全世界的顶级消费场所里边 总能看到他那身影 什么豪华公馆 超级跑车 就这些土豪标配 自不必说了 为了方便出行 赤资3500万美元 买了一架大型喷气式私人飞机 随时随地飞往世界各地 还拥有一辆豪华游艇 叫平静号 仅仅是维护这样一艘大船 正常工作 每年至少要花上1000万美元 说有一次跨年夜 刘特索带上几十位朋友 先飞到悉尼 在那边狂欢 敲钟之后 飞越国际日期变工线 在拉斯维加斯顶级业点里 再度跨年 那即便是 见关大场面的名流们 也忍不住赞叹 是真会玩 太疯狂了 连续两次跨年狂欢 就这种事 估计只有这小胖子 干得出来吧 那什么名画 艺术品 珠宝 稀有年份的酒水 但凡花大钱的地方 必有留特索 那各大拍摆行 恨不得把那相边供起来 参加那赌局 一成几百万输赢市 加上面饭 上万元的筹码掉地上 随手赏给服务生 不带减子 说有一次 刘特索在纽约一家 高级餐厅 遇到熟人 他让服务生 给对方送酒 单价九百美元的香槟 出手 二十三瓶 就这一局 全场都惊了 还有那几万美元的 爱马仕薄金包 随手买来送朋友 也送朋友的朋友 甚至送给 刚认识没几天的人 送那包 像送一包纸巾似的 那圈内人都知道 刘特索喜欢大美女 尤其对上流名媛 亲友独众 他刚发季那会儿 跟酒店巨头 希尔顿家族的 千金帕利斯 关系非常亲密 为了博美人一笑 随手掏出 两百万欧元 争夺一个 不起眼的 竞派冠军 有一次 他跟帕利斯 喝高了 让人从空中 清洒香槟酒 这宾客们 不得不穿上羽衣 什么叫 酒食肉林 想来不过如此吧 同时 他疯狂追求 那歌手 肖亚轩一次约会 花掉了超过 一百万美元 为了帮女神 打入美国市场 特意成立一家 唱评公司 顾顶级的词曲作者 和制作团队 不惜一切代价 那就要捧红他 就那张专辑 共耗资 一千两百万美元 可惜 这肖亚轩并不领情 甚至没录完 全部歌曲 让刘特索 颇为伤心 那后来 又跟超级模特 米兰达可 传出绯闻了 大把大把送礼物 几个月交往期间 光是送出的珠宝 价值就超过 八百万美元 而在娱乐圈 刘特索最著名的举动 说投资拍的电影 华尔街猪狼 各位都看过吧 就这部片子的原型 是著名诈骗犯 乔丹·贝尔福特 由大导演 马丁斯科赛斯 指导 刘特索的好朋友 小李子主演 华尔街猪狼 总投资 大约是一亿美元 各种宣传派对 急紧铺上 创造了好莱坞的 砸钱神话 而有意思的是 之边方邀请 主角原型大骗子 贝尔福特 参加了宣传 而贝尔福特 被奢华的场面惊呆了 私下里跟朋友说 说这他妈 就是一场骗局 他那钱一定是偷来的 因为没人会这么 遭欠合法赚来的钱 果然 还是骗子 最熟悉同行的味道 跟刘特索 大肆挥霍相比 纳吉布家族的 奢华程度 完全不逊色 在世界各地 刘特索买下 总价值上亿美元的豪宅 在私下里 转让给纳吉布的儿子 把这些房子 悄悄变成 纳吉布家族的财产 自从有了一马公司 这个源源不断的金矿 纳吉布老婆的购物风格 只能用疯狂来消融了 买包的流程 基本上是这样的事儿了 走进一家LV 或爱马仕旗舰店 只出几个不喜欢的款式 其他那些 全部打包提走 有时 必须要加派几辆车子 才装得下这些东西 说好几次 马来西亚总理的出访专机 不得不延迟数小时起飞 因为这第一夫人 正在奢侈品店里扫货的 根本就没心思回家 据事后统计 纳吉布家族 从刘特佐扫成 至少拿到十亿美元的赃款 而这些钱 原本是用作 补贴国内贫困家庭生计的 那面对民众铺垫盖地的质疑 总理夫人傲慢地回应 说我用我自己的钱 买了一些珠宝和衣服 这有什么错吗 但他不清楚的是 积蓄已久的火山即将喷发了 这住户们 可不会得意太久啊 那伊玛公司的败局 源于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各位 还记得跟刘特佐狼狈为奸的 阿联酋水货王子吧 他那石油公司 有一员工叫老朱 是王子管家的老乡石 这管家介绍这份工作时 曾经承诺除了年薪之外 还会发几百万美元的奖金 但就这个一直没兑现 但老朱有时还得垫付办公费用 这让他非常不爽啊 那2011年老朱提出辞职 临走前 他索要650万 瑞士法郎的遣三费 一开始那管家同意给500万 后来又反悔了 只肯给400万 这老朱是耐着性子 给管家求见 说咱哥咋交情这么多年 就冲这份感情 你差不差那250万呢 但谁声想对方一点没客气 说你那点活值多少钱 心里没个数啊 反正就这400万 爱咋咋地吧 又一听这话 这老朱气个半死 行吧 既然你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他虽然没有直接 参与王子和刘特佐的密谋 却早有耳闻其中的猫腻 他决定从这里寻找突破口 于是翻遍了公司的电脑主机 拷走了140G的资料 其中包括4万多封来往邮件 详细记录了双方是怎么利用 一马公司套钱呢 老朱自然知道这份资料的杀伤力 所以一直没敢向外部公布 直到2013年 他打算在泰国曼谷建一座度假村 手头资金不够 突然想起老东家欠的那250万了 于是他再次找到老东家 暗示自己收留王炸 只要把欠薪补清了 这事就算结案了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他那管家特别狂妄 压根没当回事 反而警告他 你不要搞事啊 跟我们斗 你根本就不够瞧的 一听这话 这老朱彻底被激怒了 决定把真相捅上去 前面是能卖个好价钱 于是他找到一名英国女记者 这位记者出生在马来西亚 经常写文章 抨击故乡的贪腐情况 那目光敏锐的女记者 仅翻了几页资料 便知道这资料的含金量了 就这些报告 不仅能揭开 这一码公司的神秘面纱 甚至有机会推翻纳吉布政府啊 但老朱要价至少200万美元 这记者足足奔走了7个月 才找人凑齐了这笔巨款 就这样 2015年2月底 女记者发表了一篇爆料文章 几家媒体随后跟进 报道一码公司内幕 毛头直指总理纳吉布 就这组报道 在马来西亚掀起了滔天巨浪了 吉隆坡爆发了十万的黄山军 反弹大游行 愤怒的民众涌上街头 抗议权贵们掏空国库啊 而反对党要求总理府正面回应 纳吉布则强硬表示 说所有指控不属实 都是政治陷害 一码公司根本不存在舞弊现象 那有关部门要求刘特 走出来作证来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刘特佐早就乘坐 自己的私人飞机 溜至大吉 去找同伙撞共去了 坚决不能让火烧起来 那一个特别调查组迅速成立 按照媒体爆料的线索 马来西亚警方搜索了 帮纳吉布秘密洗钱的大马银行 并带走了相关负责人 那调查结果令人震撼 多年来 刘特佐跟纳吉布勾结 巨额财产 跟那流水伤涌进总理的秘密账户 最高一笔多达6.81亿美元 他说这事太大了 调查组决定暂时不对外公布 等待更多证据出现 这就给纳吉布喘息的机会了 他要人看到 在马来西亚这一亩三文地儿 到底是谁说了算 那就在爆料文章发表之后的四个月之间 老猪正在自家度假村里忙活着呢 一队全副武装的泰国警察冲了进来 强行把他靠走了 被关进曼谷一家监狱里边 办公室则被彻底搜查 罪名是窃取商业机密 编造虚假资料 而没过几天 这管家将一份所谓的认罪书 摆在了老猪面前 说着 小老店 你有大麻烦了 老大很生气 这事特别严重 现在是最后一搜结会了 能不能活着出去 就看你表现了 自己看着办 当时那心理交错的老猪是没得选择 只好乖乖投降 向外界道歉 说资料是自己偷来的 而且经过记者的篡改 里边掺杂了很多假内容 那解决完源头问题之后 纳吉布控制下的媒体大肆宣扬 把这场贪污调查 定性为政治抹黑 是反对党利用假证据搞迫害呢 那与此同时 军警以伪造新闻为由 查封了爆料媒体的分工室 吊销营业执照 但是 这记者们没有退缩 转手就把秘密档案 交给华尔街日报了 那刘特佐跟纳吉布 胳膊再长 也不能伸到美国去吧 的确 这纳吉布可管不了洋人 那他能始足利息 对国内对手 展开无情报复 纳吉布的行事作风 简单粗暴 那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就看吧 一名反对党领袖被逮捕了 因为触犯了官方机密法令 被判刑18个月 有一天 马来西亚检察总厂 一如往常去上班去 那谁声响 被几名黑衣男子 挡在办公室门外 这检察总厂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已经被撤职了 原因很简单 说几天之前 他曾经放话出去 说打算以贪腐为由 起诉总理 那同时被撤职了 还有调查组的警察 政治总监 当天晚上 警察总部意外失火 大量涉及一马公司的档案资料 被烧毁了 而检察总厂等人算是幸运的 他们只不过是丢掉了工作 有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说是有一天清晨 一位反贪官员开车 出门上班去 结果 几分钟之后 一辆货车突然拦住去路 几名大汉冲了下来 把他拖进香火 是扬长而去 就这名官员 是马来西亚的副检察厂 一马公司丑门曝光之后 他被调入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主持调查工作 接触到大量内幕资料 那结识案件发生几天之后 有人在邮宗园里 发现了失踪的车辆 车子被烧得面目全非 发动机那号码被刻意擦掉了 那顺着车辆线索 警方在一处河床上 找到了反贪官员的尸体 那先是被杀掉 尸体塞进汽油桶里 再灌满水泥 这血肉跟水泥融为一坨 现场是惨不忍睹 要说血案 引发舆论震惊 在巨大压力之下 警方抓到七名嫌疑凶手 主谋是一位军医 但他们的嘴特别硬 拒绝攻出背后的指使者 但你不说归你不说 明眼人立刻看出来了 这是纳吉布发出的信号 以此警告其他调查者 再敢乱说话的话 下一个可就是你了 面对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媒体借根调查组的金融寒蝉 没人再敢挑起话头了 纳吉布署得意洋洋宣布 所谓一马公司 贪腐案件 纯属子虚无有 调查到此为止了 但是 那高兴得太早了 那刘特索像是一只沾满屎的 苍蝇似的 到处留下臭味 你喷几下空气清新剂 丝毫掩盖不了这种味道 话说华尔街日报 介入报道 一马丑闻之后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决定介入此事 那美国人的理由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为了维护全球清廉 毕竟是登塔国嘛 啥事都要管上一管 要不然怎么当世界警察呢 那二一个是来自同行的嫉妒 就这几年高盛独霸东南亚 吃的是满嘴流油 华尔街其他对手 早就想找机会把它收拾掉了 纳吉布当然不想让美国人掺耳了 他指使检察长拒绝配合国外调查 外人不得接触 马来西亚境内所有的银行资料 但他的能量仅限于此 美国对几家国际银行展开调查 找到了刘特索 跨国洗钱的铁重 冰山开始出现裂缝了 而那突破口 首先出现在中东 尊贵的王爷们 生怕自己被拖下水 纷纷清理门户 一名大管家被判处监禁15年 水货王子也锒铛入狱了 新加坡金融局 对参与洗钱的八家银行 进行罚款 罚金总计高达2000万美元 其中涉案最深的是 瑞士瑞益银行 瑞士政府要求他吐出 近一亿瑞士法郎不当得利 这家拥有147年历史的老牌银行 不得不宣布停业了 同时那高盛 因为贪婪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仅多名高层安然离职 还先后被马来西亚和美国政府 罚款近60亿美元 那昔日跟刘特索性不离的名流们 现在是唯恐被欠怜其中 都躲得远远的 送出去那些名贵礼物 被陆续追讨归案 当然这里边更多的 可能永远追不回来了 那是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 那几部拼命鼓吹化饼 但人民们早就看清他那真面目了 果断把他赶下了台 新任总理上台之后 立刻宣布禁止那几部一家出警 必须留在国内接受调查 警方从那几部的豪宅当中 搜出令人折舌的巨额的财宝 那昂贵的名牌香包 567个 珠宝首饰12000件 名表423只 现金无数 点钞机换了好几台 据估算 就这些财产价值2.74亿美元 2020年7月份 那几部因多项罪名 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此人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 第一个因贪腐而坐牢的总理 有人问了 刘特佐呢 他那结果是什么呀 咱们只能用奇迹来评断了 他竟然神奇的逃脱了法王 消失的无拥无踪了 有人说他找到了更大的靠山庇护 也有人说他早就留好了后路了 总之 尽管至今依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之上 他却依然安然无视 他那豪宅 跑车 四人飞机还有游艇先后被查抄 但总会有一些藏着教师的资产 无法被找着啊 足够的潇洒一辈子了 那有人说 在香港某豪华酒店见到过刘特佐 据说他现在为人很低调 只走酒店侧门 尽量避免跟陌生人接触 那也有人说 那些全家老小藏在上海 还做了整形手术 彻底改头换脸啊 但就这些只是传言而已 没有任何证据 话说刘特佐跟纳吉布 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根据穆迪公司估算 伊马公司贪腐案件 造成大约75亿美元的损失 相当于马来西亚全年GDP的2.5% 说刘特佐偷光了一个国家 其实毫不为过 而这些丢失的财产 绝大部分被挥霍一空了 只能由普通民众 是默默承担的损失 而透过这场试剂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国家里边 法律形同虚说 大盗跟权贵是灰金如同 千万百姓倾家荡产 同时我们也看到资本是如何贪欲无度的呀 在利益面前各家银行 绿所金融机构主动砸烂防火墙 将所谓的商业原则抛出脑后 为了挣到最后一枚铜盘 资本家们甚至敢卖掉掉死自己的绳子 2023年3月份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表示 一马公司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当中 有七成已经成功追回 剩下三成会继续追讨 到底是事实 还是为了保留国家颜面而编造的谎言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只要有漏洞存在 就一定会涌现出下一个刘特佐和纳吉布 因为资本永不眠 人们心中的贪欲 也将永远凝视着深渊嘛 到这儿 为刘特佐的故事也就讲完了